今天看到网上说 在经历了抢粮抢菜之后 上海人又开始抢水了 有人呐喊辟谣 有人低头疯抢 街上没有兵没有马 但是总觉得有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 前两天 海天酱油双标事件 网友总结说 海天酱油都是按照国家标准出产的 有什么错呢 是你们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以为能和日本人同等标准 其实在制定标准的眼里 有那么一群人 就是贱命一条 说到吃喝 有人就会联想到 日本的顶级食材和牛 澳洲的香槟蟹 那都是一方水土滋养出的真羞美味 那么中国的顶级食材是什么呢 小明心里想 饿水污染空气污染 农药停加剂 不蒸馒头也要蒸口气 对了 中国的顶级食材就是 唐僧瘦 是我冒昧的问一句 假如您是当年的妖怪时刻 您会对今天中国的和尚感兴趣吗 不蒸馅的尚感兴趣吗 谢谢啊